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郭文贵先生 婉转地承认了他与邓小平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亲戚关系 是郭文贵先生的大伯 也就是舒养他的大伯 是邓小平的贴身警卫 并且救了邓小平的命 是邓小平的救命恩人 这个问题我以前说过 这次的话在7月25号的 郭先生的直播当中 婉转地承认了 他在7月25号的直播当中 是怎么说的呢 郭先生说他去胡锦涛家 不用打电话 推门就进 到江泽民家去呢 虽然不像到姥姥家串门似的 但是呢想去就去 没有他呢从来没有与胡锦涛 或者是与江泽民的照片 他还说 中国这几任的总书记 我都见过 就是郭先生全部都见过 包括当年的邓小平 我很小就见过 我跟着我伯伯去邓小平家 他还吃过饭 起码两三次 你想想那么小的小孩子 能去邓小平家吃饭 那么的话呢 你我们知道 邓小平是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 当时呢在解放战争时期 或者是建国之后的威望 都是非常高的 能去他家吃饭 而且是那么小 去他家吃饭 而且又不是亲戚 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路德的时评当中呢 也输过这个事情 当时的话呢 我猜测呢 是不是邓小平 就是叶剑英 现在的话呢 郭文贵呢 自己承认了 是邓小平家 当时呢 路德节目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郭文贵先生的大伯父 是一个中央领导的 提身警卫 在解放战争时期呢 就是一发炮弹呢 落在了这个那边 然后他的提身警卫 一下子就扑到了 这个中央领导的身上 救了这个中央领导的命 但是呢 之后的话呢 可能是被打入右派了 因为他的父母呢 也被打入右派了 一会儿我们就说他父母 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呢 被平反之后呢 这个中央领导呢 给他大伯父打电话 让他去中南海见面 当时 郭文贵先生只有九岁 然后呢 就跟着他大伯父坐火车 去了中南海 去了中南海之后的话呢 接见他的 还有中央副主席 中央军委副主席 然后呢 还有很多将军 给郭文贵的大伯父敬礼 那么多的将军 能给郭文贵先生的大伯父敬礼 就说明这个中央领导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领导 现在呢 郭文贵先生自己承认了 他很小的时候就去过 邓小平家 而且还去吃过饭 也就是说明 当时的中央领导 就是邓小平 也就是说 郭文贵先生的大伯父 是邓小平的提身警卫 而且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救过邓小平先生 救过邓小平的命 我们不能叫先生了 在那天的路德节目里面呢 路德先生呢 还爆了一个料 也就是说 郭文贵先生的父母 是情报部门工作的 当时呢 正在去苏联的路上 然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被打成了右派 给发配到了东北 那么呢 当时能到苏联去学习的 而且是情报部门的话呢 我想一定是比较高级的 至少是中级以上吧 一般的普通的那种 小的情报部门的人 是不可能给派送到苏联去学习的 我们后来再看一下 郭先生一直说 他的CEO是林强 我们知道呢 林强是当时 国安部一局局长林强 一个国安部一局局长 能做到他的CEO 可想而知呢 郭文贵先生的能量有多大 而且当时呢 河北政法委书记张月 还有呢 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健 都是他的铁哥们 也最主要一点呢 郭先生从来说 他呢 不是为国安部打工的 他也不是国安情报部门人员 他只是跟他们有合作 可想这这么高的人呢 跟他们都是哥们 而且国安部一局局长林强 都能做他的CEO 可想而知呢 当时 一个是我想呢 肯定与郭文贵先生 自己的能力有关的 另外一个呢 与他父母和大伯父 这种关系有关系 还有一个佐证呢 就是说 当时郭文贵先生说 他当时看木马人的时候 就是觉得 看那影片真好看呢 挺好玩的 然后就跟他大伯父一起看的 他大伯父告诉他 看通过看这个电影 木马人呢 就知道 他大伯父呢 和他父母要被平反了 所以从可以从侧面得知呢 他们当时呢 就是被打入到东北农村 是当时呢 比较高级的那种干部 然后呢 是右派被打入到东北农村的 我们虽然是小老百姓 但是呢 从某些个电视上 或者是某些报道当中呢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胡锦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的性格呢 相对来说 比较谨小甚微 疑心很重 经常的深居遣除 因为他当时毕竟是 上边有个太上皇江泽民 他做很多事情的话呢 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而且郭先生呢 爆料的时候呢 也说过 他和他的妻子刘永青 经常呢 在院子里说话 都不敢在屋子里说话 而且在院子里 特别近的来说话 就是怕周围的话呢 有就是监听 他呢 胡锦涛呢 是不随便见人的 而呢 郭文贵先生说 他去胡锦涛家 不用打电话 想去就去 那可不是一般的人 还有呢 他去江泽民家呢 也不用提前的预约 也是随便 就像串门似的 就去了 我们知道呢 江泽民呢 是邓小平之后 就是因为8964事件之后嘛 就是登上了 国家最高领导的宝座 而呢 胡锦涛呢 是由邓小平指定的 就是隔代指定的 国家领导人 江泽民和胡锦涛呢 郭先生去他俩家呢 都不用打招呼 肯定就是有 邓小平这层的关系 如果没有邓小平这层关系 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生意人的话 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就像我们知道 现在最牛的那种商人 像马云啊 马化腾啊 任正非啊 都是属于那种 跟PLA有直接关系的那种 而且能掌控中国经济 那么厉害的 这么几个人物 我想他们去习近平家 也不可能那么随便吧 去江泽民家 也不可能去那么随便吧 只有郭文贵说 他去江泽民家 还去胡锦涛家 那么随便 这上面我们知道 一定是郭文贵的大伯 与邓小平呢 有这种关系 所以呢 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呢 是看在邓小平的 那个份上 因为呢 他的大伯父 郭文贵先生的大伯父呢 是邓小平的救命恩人 所以呢 才会对郭文贵先生的另眼相待 在7月25号的爆料当中呢 郭文贵先生还说了一个细节 他说呢 他给一个躺在301医院 很多年的换眼疾 而且接近于忙的那种 一个老革命 给他打了电话 问他呢 对蓬佩奥演讲的看法 郭文贵先生呢 还说了 习近平同志还刚刚去医院 看望了他老人家 是毛泽东时代的人物 有一个叫乙天健的网友呢 就猜测 我可没那个本事啊 就是我对当时 那个时代的人物 不是很了解的 是这个乙天健的 这个网友说的 他说90多岁 眼疾尽忙 军人出身 是毛时代的人物 习近平呢 还去探望 具有这么高地位和资历的 飞驰浩田莫属 我想一个普通的商人 或者是一个普通做生意的人 是不可能跟持浩田这样的人物 建立什么很深的关系 郭先生通过他大伯父呢 认识了很多当时的将军 这些将军的话呢 都对郭文贵先生的另眼相看 各种爆料当中呢 我们知道呢 他呢 肯定有他自己的天赋 有他自己的能力 还有他自己的勤奋 他自己的战略 但是呢 也与他大伯父和他父母的关系呢 绝对分不开了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知道呢 在中国情报口呢 很多都是父一辈子一辈的 如果没有父母的关系呢 一般的人只能做到那种小级别的 就是不可能拿到非常机密的情报 从郭文贵先生这三年的爆料当中呢 我们可以知道 郭文贵先生拿到的都是非常机密的情报 那么呢 跟他交往的人也都是高层 中高层 上层的那些人物 而且呢 主要都是情报口的 而且是跟中央领导呢 有密切基础的这些人物 如果呢 只是说一般的商人 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我相信的话呢 因为像任正非啊 马化腾啊 马云这种人物呢 由于跟中国军方呢 有密切的联系 他们手中呢 也有很多情报 但是能拿到像郭文贵先生 这么机密的情报的 可不一定 而郭文贵先生的话 拿到的情报呢 是方方面面的 所以呢 就可以看出来 他呢 在中国是属于深度耕耘的 他深度耕耘的话呢 我说过 与他自己能力有关 但最主要的 还是由于 他呢 大伯父及他父母 那方面的关系 大伯父 对